宝宝们今天为大家演示一下弓带怎么去使用 这个弓带是干什么的 首先咱们举出一整弓带 给它举出一个大概是10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 给它剪开 剪完之后咱们左手容易被扎到的宝宝们 咱们就给它缠在左手上 扎这只手指咱们就缠这个手指 扎这个手指咱们就给它扎这个手指 基本上就是扎中指的比较多 咱们就给它缠上去 好 缠上去之后咱们就给它捏一下 捏一下 捏完之后它是扎在上面它不会掉的 你怎么去动它都不会掉 这个弓带它是有弹性的 而且它是透气的材质 透气它不会让你的手指容易出汗的宝宝 出汗之后就是泡了发白那种不透气 咱们在这个弓带不会的 然后缠上之后咱们绣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扎到咱们这个手指了 它也不会扎到你的手的 看一下它是扎不进去的 咱们哪个手指容易被扎 就咱们给它绕在哪个手指上 比如咱们容易推针 这个手指容易推针的话 扎到的就给它绕在中指上 推针的时候扎手的就给它缠在推针的手指上 好 这样给它粘上去之后 咱们推针的时候就用这个手指去推针 你怎么去推针它都不会扎到你的手了 不会的 好吗 非常非常实用 这个弓带很好用 真的我自己也天天都在用 喜欢的话想需要的话 去我左下角拥有它 精气又实惠又实用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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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